话说大宋徽宗皇帝正和年间 During the reason of Emperor徽宗 in the宋 dynasty 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中 In清河 County 东平Prefecture 有一个风流子弟生德壮貌魁梧性情潇洒 饶有己冠家资年级二十六期 那是一位大权和好处的年纪小男 产生成了一个贵的家庭 而且有些优惠和理想的优惠